全台灣第一座高炳博物館在桃園揚梅 以一根扁蛋挑出了百年高炳世家的傳奇 郭元毅希望傳承 創新 典藏秉食文化最燦爛的一頁 那這裡面呢 我們主要塵射 這些高炳的一個在台灣的一個眼鏡 那裡包括說高炳在我們生命禮俗 在我們節慶禮俗 甚至我們婚嫁上面 這些相關的禮俗 希望說藉由這樣的博物館 藉由這樣的一個參訪的互動 能夠傳達給我們所有的一個參訪來賓 要製作好吃的高炳 餅膜的學問可真大 第一代的餅膜以祭祀類為主 第二代花樣都刻在同一個餅膜上 第三代極餅是重心 北部餅日頭餅代表了吉祥 第四代導入了南部餅的口味 烘焙膏餅種在火後 從最早的土窯演進成耐用的磚窯 科技進步用電或瓦斯來烘烤的直立爐慢慢上線 接著再進化成旋轉爐 對於要全面性烘焙的膏餅相當適合 最新一代是隧道爐 這個烤爐是像一條長長的隧道爐的一個火車 它有別於一般的那種旋轉爐或是直立爐 它是從前面進去是生的 後面出來就烤熟了 DIY動手做糕餅教室 這次則是最受大小朋友歡迎的地方 已經吸引超過五十萬人的參與 連結歷史和禮俗 穿越時空 細細品味幸福的台灣情 《最初就有史老國民的共鳴活》 出品的文化